3 2 1 倒下葫蘆盡水 台北市長克文哲出席葫蘆寺 75週年慶典活動 不過一旁還有黃珊珊 難免被外界質疑 是利用市政行程 輔選黃珊珊 我在市政府離開的 前的最後一份工作 就是協調今天的這個活動 那也謝謝葫蘆寺 他們非常用心 透露是促成活動主要推售 所以才會受邀出席 不過被質疑行政部中立的 還有前一天黃珊珊政策發表會 教育局長曾燦金 特地請教豆城力挺 同樣已發爭議 你覺得他這樣子活動嗎 哎呀不曉得 我要回去查一下 怎麼一回事 會約束你的政務官 會會會 克文哲強調一定會約束政務官 因為2015年 他特別頒布政務官行政中立規範 限制政務官輔選站台 雖然2019年改為請假 或是下班時間不受限 但還是難擺脫利用市府資源 浮選的爭議 我看到總統也常常帶著 陳時中部長到處走 不是嗎 我覺得民進黨可以 別人不可以嗎 把台北市的公務人員 當成民眾黨的競選團隊 當成民眾黨的黨工 不只寄生在市府 現在已經公然的把台北市的所有的 這個行政資源來做濫用 柯文哲的帶領這八年下 已經都退路了 到了最後關頭 結果還要扮演輔選的角色 凸顯一個就是 黃珊珊現在選情是非常的危險 所以柯文哲已經不管 行政中立這個問題了 執政是優勢也是包袱 選戰越打越激烈 柯文哲跟市府官員出手助選 還沒拉台選情卻先引發爭議 歡迎宣傳莊皮達 宋智英台北參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